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什 你好 都想問回港版國安法方面的 保安局局長就對港版國安法的80億的開支 就不透露細節了 他都說這個是戰爭的機密 布什 你怎麼看呢? 當然你看看可能是中國、美國、俄羅斯 其他國家的所謂軍事開支 都看到那條盤數怎麼用 多少是用賣武器 多少是用賣武器 多少洗手在這個人事方面 可能李家超對軍事不熟悉 所以他以為這樣說 就覺得可以不需要回答 但是如果你說李家超都只不過是 整個在現在一國抑制之下 整個政權的邪性公仔 那他不回答 那樣東西其實都很正常 你看回他處理港版國安處處長這件事的回答方式 大家都明白的了 那他這樣說 是不是視乎港版國安處的警察 他做任何事情 不用跟鄉洋交代 因為有民主黨的主席 羅健熙 就說這樣是不是人民民眾都會質疑 那國安處是秘密警察 那他是想做秘密警察嘛 甚至那80億 你問回一些政府支持者 有人叫他做藍絲啊 有人叫他愛國者 那他拿那些錢來建房屋啊 改善醫療啊 你知道現在武漢肺炎那麼厲害 那當然是多些錢要處理疫情公共衛生啊 或者甚至是那80億可以拿來解決很多教育啊 就業問題啊 就不用利用大灣區 作為解決香港就業問題 青年問題 社會問題 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的一個利用工具嘛 所以那80億 他怎麼花 我們都理不了的啦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再爆多幾宗這樣的醜聞 就是你請到人回來 那些錢不知道怎麼花 那樣東西 你不告訴別人怎麼花 別人不就不斷管那些錢怎麼花 是不是花了一些不講得用途呢 那麼就繼續這樣咯 那這個就要問為什麼他用戰爭經費啦 就是究竟他是臨場爆套說了這樣的東西啊 還是他暗示就是香港如果萬一 真是出現這個中共和其他國家發生戰爭 香港會成為戰場 香港會心靈塗炭啊 那這個呢 可能他自己做清楚了 唐英傑先生 法庭還不給陪審團了 國際國安法官 那今天就去科學上訴 都失敗了 那之後國安法案件 非常之不利啊 你又這麼說呢 其實就已經說了 國安法不是法律啦 國安法是政治工具啦 所以你不可以用法律的角度去看嘛 甚至你說到終審庭啊 國安法啊 相關法官都是政治工具而已嘛 什麼叫政治工具啊 政治工具的意思就是說 就說任何一些保障 根本他都沒有入罪的 沒有證據的 他就不斷用司法程序去令到他有罪啊 令到他受到嚴重的懲罰啊 各方面嘛 所以你也會看到為什麼美國商會的調查 就是對香港營商環境四成幾啊 就是受訪者都覺得對這個營商環境 已經沒有信心啊 撤離啊 其實就是國安法大的必然結果啦 所以就是你繼續在香港上是一個國安法啊 或者相關統治沒有所謂的 那你香港沒有了價值 那你只是令到這個北京當局不斷增加成本啊 增加代價去到控制香港 但是你又看到從疫情啊 各方面 香港人根本就就是 無論你是支持政府不支持政府呢 就是你支持政府那些呢 就是那些 就是凡是兩面派嘛 就是說表面就是愛國者實際上呢 就申請這個BNO移民英國啊 或者離岸戶口啊 或者移民去加拿大啊 那個方面而已 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道 現在發生什麼事啦 這也不關我的事啦 但是就是實際上 就是當香港再沒有一個 就是一國兩制價值啊 香港再沒有這個 國際商貿一個重鎮價值啊 連香港作為一個 就是國際重要的一個 就是城市的價值都沒有的 那你就繼續下去咯 那就是 你以前在香港生產金蛋的我嘛 現在是一個就是發臭的死屍嘛 那你喜歡拿著那個發臭死屍 沒有人阻止你咯 就是現在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就是 駱石啦 那今天去 申請那個53年的遊行 警方都以一個肺炎的關係 就不斷地 駱石啊 民政拉人風艇啊 那基本上都是趕盡殺絕的啦 因為現在看到支聯會也好 民陣也好 即光盟也好 社民聯也好 都是一些二級的人馬要出來 代替那個組織啦 甚至現在看到說 民縣都被進去了 所以怎麼看 是不是香港這個中共的簽選 會繼續回到第二圈 第三圈 要將它們消失一個盲牙的一個狀態呢 當然消失就必然的啦 你看到大紀元梁珍女士 都被人打到 就是打到腳都腫了 各方面啦 就是不要說之前 就是那個報紙印刷 印刷廠都被人破壞各方面 那當然 我想在這方面大家都要清醒啦 就是我經常覺得呢 如果你還是用一個正常狀態去分析香港的話呢 分析錯不要緊啊 你騙你自己以為香港可以回頭 可以正常回醫一下才可悲 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清醒的人 你是一個就是 共識時勢的人 你是一個甚至是其實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香港會基本上和淪陷沒有分別的話 那你在現在開始用你的認識的東西啊 你可以動用的一些資源各方面去到 就是要守護你自己的家 就是守護你自己的家是一個基本責任嘛 就是無論就是 有些可能不在香港 有些可能還在香港 有些可能還要為了工作 各樣東西都好 但是就是每個人在自己崗位裡面 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啊 做一些正義的事啊 就是正義的事啊 坦白說每個人自己每個心裡面 都有把尺什麼叫正義啊 就是不需要一些廢人講那麼多 什麼叫正義啊 是不是呢 每個人做一些善良的事 每個人做一些幫助別人的事啊 就是你看回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很多國家 英國啊 法國啊各方面 就是你法國啊那些 甚至都被納粹德國戰領啦 但是實際上你會見到 就是最終都熬過 就是納粹德國那個油律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民生不死啦 還有就是歷史這家東西 其實都是講完東西而已嘛 就是密集必分 就是你以為就是玩到盡啊 打壓到盡啊 消滅冤民雅 但是實際上 你清朝都有高壓懷有啦 你現在就是用元朝的高壓政策而已嘛 元朝幾年壽命 大家都知道我不用多說的 現在香港社會都有兩種看法的 一個就是主族派 就叫香港人快點起船走啦 保住實力先 那主族派都覺得要在香港繼續抗爭 無論怎樣都好 要守護著這個地方 不要給手同流去到各限自己的想法啦 就是當然在《國安法》之下 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下做啦 尤其是示威就不要想啦 甚至你加上一些疑似 一些煽動 顛覆國家政權的一些東東 你都不可以做啦 這個坦白說 沒理由你365天穿黑色衫都被人抓 那你全國穿黑色衫 你抓得那麼多嗎 對不對 那就是沒有理由 有時候我覺得這樣就是 其實你很多基層的一些公務員的方面 都是被人抓住啊 或者覺得你的政府都沒得救的啦 那我就被人抓住了 那你主要營造的氣氛就是 就是你又不會有藉口去動你 但是又做到的氣氛就是 那個政府做什麼是陀勞無功呀 做什麼都沒有用呀 就是你出了半斤力 連半釘兩都沒得拿 其實就可以耐耐一點 教授說 都看到你這陣子採訪你的時候 似乎你都挺有牢騷的 好像情緒都沒有以前 大家可以平和一點 是不是都覺得現在的戲份都必須賣你們自己呢? 因為現在都看到賀仲仁 蔡惡昌 吳文軟 蔡惡昌 都進去了 是不是這個中共的或者北京政府的打壓 會繼續燃燒到這些賀者的評論這個級別呢? 這個層面呢? 評論都有份的 坦白說 你我他都有份的 我覺得在這裡就不會抹殺任何可能性 我想大家都不要這麼天真 大家都不要這麼害怕 坦白說 如果你去到某個階段 原來廠裡面那些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認識那些 更多於不認識那些的 我反而覺得再加上 我知道現在懲教署根本都請不到人 甚至坦白說 在這個特區政府林鄭月娥眼中 你紀律部隊根本懲教署是最看不起的一個部門 他又看不起這個部門 又看死這個部門的人 但是又需要它作為一個維穩的工具 坦白說 80億都不會有這個懲教署 是不是呢?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整個政府的人都是人心換散的 坦白說 你現在坐在上層那些政務官 每天就行屍走肉 林鄭月娥說什麼就說什麼 做什麼就做什麼 各方面 所以坦白說 如果根本整件事都回不了頭的 大家就要好好守護自己的身體 守護自己的心靈 幫要幫的人 幫要幫一些團體各方面 坦白說 就算你說支持政府的人 他覺得香港這麼亂武前途 他又不是回大灣區就住了下半世 他就在那裡爛死不走 證明他根本都沒有能量 跟這個忠誠的廢物沒有分別 各方面 所以都是那句 不要說那些人拘捕啊 拘捕啊 各樣東西覺得香港沒有前途 沒有希望啊 死心啊 各方面 所以都回到你一開始所說 就是說 究竟你留還是走? 坦白說 你就算走都可以關心香港的 就算走都可以在不同的形式 告訴別人香港發生什麼事 都做到很多事情的 所以就是說之前 就是獄中劉先生的說話 我覺得就是 都大家理解他現在 在獄中的那個心情啊 就是差不多 就等於以前的人是被人 就是鬱打成招一樣而已嘛 那他有那股怨氣覺得 就是到什麼人不敢到 就是支持他的地 那我覺得可以就是理解的